欢迎加入环宇看东亚 您观察日韩核心议题的情报站 我是刘雨晴 这个礼拜全球见证历史 一幕幕感人富有深意的画面 展现在世人眼前 英国女王国葬各国皇室 全球500位政要出席 19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 派出代表团向女王道别 日本金上天皇也亲自出席 外界才发现 德仁天皇与英国女王有着深厚情谊 我们一起来探究 不过日本前首相安倍国葬 却持续掀起政治风暴 日本民众举牌抗议 甚至有人以自焚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反对 永田挺政治氛围巨变 自民党前行政改革担当大臣 村上陈一表态缺席 首相岸田出席联大发表演说 喊出改革联合国安理会 岸田政权迈向周年的前夕 会提前崩坏还是影响光明 台湾出席安倍国葬的代表名单出炉 责人日以远 下一阶段台日关系重点是什么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这十年新闻发布会上 提出台湾方案 到底亲众是谁 马上请来宾加入讨论 首先欢迎东海大学陈永峰教授 东海大学陈永峰大家好 台湾日本研究院理事长李世辉 李世辉请多指教 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希勋 大家好我是蔡希勋 按照惯例日本天皇 无论在国内国外基本上都不会出席葬礼 最近一次可以追溯到1993年 当时的天皇跟皇后也就是现在的上皇夫妇 曾经出席比利时国王伯杜安一世的国葬 这次魄力搭乘政府专机飞往英国 反而是首相岸田文雄改搭民航班机 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为什么日本皇室魄力参加英国女王的国葬 日本内阁或宫内厅有不同的声音吗 我们首先请问李市长 其实这次伊莎白二世女王的逝世的这件事情 接连发生在安倍晋三国葬宣布之后 其实对日本来讲 如果去因应这个国葬 以及参加伊莎白二世女王二世的葬礼 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讨论 对于日本皇室来讲 英国皇室是他们最交往时间最久 然后互动最密切的一个欧洲的皇室 那我们大概回想到这个德仁天皇继位的时候 那时候伊莎白二世 她是派着她的沙斯王子 代表那个女王前来日本参加她的继位 所以原本这个两个皇室的关系就很密切 那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由这个德仁天皇代表日本皇室 然后呢 协同她的这个皇后 前往这个英国去参加 她张礼这件事情 我自己观察到 其实日本国内的宫内厅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其实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 毕竟伊莎白二世的影响力太大 然后她跟日本的皇室关系又很密切 她跟德仁天皇个人关系也很密切 那这样的一种密切关系中 以这个天皇的这个地位身份 代表日本前往英国去参加商礼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也可以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 国际影响力 难见度 它不是一件坏事 然后特别是两国关系又很密切 然后其实我们如果回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第一个以国宾的身份去日本访问的重要的皇室代表 其实是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 就是斐德烈的这个王子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 有始有终的这样的交往情境 其实对日本来讲 它是一个有终之美 日本非常在意这个有终之美 也就是说当这个重要人物过世的时候 我要至上最诚挚的这个敬意 可这件事情其实在日本文化中是被肯定的 好 到底日本跟英国皇室之间关系有多密切呢 告诉您 日本皇室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从昭和天皇 名人上皇 再到德仁天皇 连续三代保持交流 天皇原定2020年访英 也是即位后第一个要出访的国家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推迟 没有想到如今出访英国 却是去送女王最后一程 其实德仁天皇对英国 原本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1983年到1985年 他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 后来天皇回忆说到 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充实的两年 还有雅子皇后也调整身体状况 亲自出席 亲自与会 继续请问蔡教授 日本皇室跟英国皇室之间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深厚情谊 上一个天皇是叫做Jahum 上皇现在叫上皇 上皇在伊丽莎白她在就位的时候 她就曾经去参加过 那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皇后 那皇后那我们知道 她对英国也是很熟悉的 所以说他们是一个交往的话 从皇后这一次能够亲自去的话 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皇后最近有些工作 她就比较没有去出席了 所以的话我们看到她在所谓这个 那个寺庙上面来讲 我们就会看到她确实是很好 而且所谓的宫内厅 那宫内厅在所谓的交往上面都会 而且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皇室 可是对日本而已 我觉得她应该是对英国会比较一种亲近感 因为过去的英国叫做大英帝国 过去的日本叫做大日本帝国 他们两个一个国力都还蛮接近的 所以说他们一个私交来讲的话 本来就还蛮密切的 再加上本身有一个求学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英国 其实提到英国可以说是 议院内阁制的母国 而日本也是采行内阁制 但是两者在实务运作的方面 有很大的不同 举例来看 根据日本宪法第六条 首相是由国会选举产生 天皇根据选举结果 做出形式上的任命 但英国国王可以直接任命下议院 第一大党的党主席为首相 如果各党没有过半 或者首相退职或身亡的话 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裁粮 主动任命新首相 我们继续请问陈老师来说明 英国跟日本内阁制运作 还有哪些地方不同 基本上格局一样 但是内涵当然非常的不一样 日本基本上是超西欧的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 日本有宪法 英国没有宪法 不过应该这样讲 英国不需要宪法 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革命 国王没有被像法国的皇帝一样 被推上断头台 所以也没有变成共和制 这个是英国安格鲁萨迅的特征之一 能用的就用 不崇尚彻底性的改变 所以说在没有宪法的状况底下 仍然保留了王 王基本上什么都能做 跟绝对王权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当然绝对王权的王已经知道了 自己只要介入政治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 旁边的法国就是例子嘛 但是日本是用超的 是用学的 跟我们一样 全部用学的状况底下 当然不是透过惯息的累积而变成今天 所以非得不管是战前的明治宪法 或者是现在美国人给的新的日本宪法 都是如此 非得照着宪法来不可 所以之前 虽然我们认为明治宪法底下的天皇 有实际的权利 不过事实上并没有 好 虽然都是内阁制 但是日本跟英国大不同 虽然也都有皇室 但运作起来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也因为这一次 经上天皇亲自去悼念英国女王 所以首度是委任邱小公文人亲王 来代理国事行为 画面中您看到他在政府的公文书上 署名用印 那么这个工作将会持续到20号的晚间 也就是天皇陛下回国 邱小公夫妇还特别到机场 亲自来迎接天皇的夫妇 事实上这一趟前后四天的英国行 也是天皇即位后首度出访 观众朋友当然蛮好奇的 根据日本现行制度 天皇陛下在内政还有外交的部分 主要工作内容有哪些 要请问理事长 其实日本天皇的工作是很繁重的 繁重到其实上皇名人 其实他的身体状况跟他的年龄 无法支应这么繁重的他的工作 所以他才把他的位置让给他的儿子 现在的德仁天皇 所以那他到底有多繁重 其实按照日本宫内厅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大概日本天皇的工作 大概分成三个类 第一类就是宪法规定的工作 宪法规定工作就很多的 包含了刚刚我们的永光老师所提到的 就是这个算是任命总理大臣 虽然他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利 然后众议院开会的时候他要主持 解散的时候他要主持 任命一些法院或法务的相关的主管的时候也是要 然后各国的大使如果到日本去的时候也要去夜见天皇 天皇同时也可以任命大使 所以这些形式上面的工作就已经很繁复了 然后第二个工作其实就是传统的文化的工作 就是日本的皇室历史非常悠久 被视为是万事一系 是历史最悠久的皇室 所以他有很多的传统仪式他必须亲自主持 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就是所谓的外交 那亲善外交 等于说他要有很多的对外的反问的行程呢 是要去一些过去以来跟日本友好的国家 然后呢去跟他们的一些皇室交流 透过皇室交流去凸显日本在一些议题上面的态度 比如说共同关切世界和平 共同关切人权 共同关切贫穷等等的 用这个方式来凸显日本这个国家在这个议题上面的立场 那其实有一个非正式的统计 他天皇大概一年大概在日本 大概就要平均要切一千两百件重要的文件 然后呢要面见两百人以上的重要的人士 他的那个文件我看郭内厅的介绍 大概分成几个嘛 第一个就是天皇要去确认的东西 然后他可能就是盖一个认 然后呢第二个是天皇要决定的东西 他就盖一个可 然后第三个要让天皇知道的东西 他就盖一个懒 有点像那个正知道那种感觉 然后呢那有些重要文件上面 他要盖玉玺 玉玺很重喔 3.5公斤 纯金打造 是是是 所以呢那东西要盖玉玺 所以呢光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去盖这些章去盖玉玺 其实他就是还要去了解文书的内容 他就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 所以那这次 这次他把这些工作移交给他的弟弟们 然后呢去从事 就是这些例行性的工作为主 好有宪法还有历史以及外交上的责任 日本皇室工作繁重 一举一动也很难逃过媒体的关注 文人亲王的女儿 真子公主在婚后与丈夫小事归在美生活 外传夫妻俩目前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是透过文人亲王的老朋友 一位在日本驻纽约总领事馆的职员 照料小事的举家事务 而除了皇室的海外生活备受关注之外 其实宫内生活也不平静 负责皇族护卫工作的皇宫警察 而且是最高层级的护卫部长 竟然他对皇室成员出言不逊 有多夸张呢 他在宫内谩骂 税金小偷 所以我们要请问蔡老师 这些是不是单一的个案 会不会影响到日本国民 对于整个皇室的观感 我认为对于皇室的观感应该是 杀伤力没有那么样一个大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看一下 所谓的天皇他做哪些事情 而且我们再从正面去解释来讲的话 这公主嘛 那公主本来是在皇室 日本他们的一个习惯 就是皇室的一个女生 如果说结婚 那就不再是一个属于皇室 那就变成是一个平民 那我们从看他跟他先生 一个公主跟那个先生去到纽约 他们住的地方好像也不是很大 而且他们生活好像就很简朴 所以他就是回归到一个平民 反而我们从正面去看来讲的话 他就不会说我带着一个皇室一个高贵的角度去看 而且当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税金 确实没有错 皇室是来自于人民税金 特别是他们的一个就学的话 是来自于所谓学学院初等科 他们基本上都是走同样的一条路再上来的 因此我们看到公主 公主在变成平民跟公主之前 他的言行举止 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认为杀伤力应该是还好 最主要是天皇也得到人民的爱戴 皇后也是得到人民的一个爱戴 其实皇室承载着一个文明的过去与现在 英国跟日本都出现 保皇派与反皇室的声浪 接下来查尔斯国王与德仁天皇 也将要面对时代的变迁 而他们的一举一动 将赋予君主立宪制度全新的含义 稍后带您走进日本政治风暴圈 思索台日关系新的里程碑 环宇看东亚邀请您深度解析东亚 今天的东亚政经书 我们从安倍国葬可以看出一个民主国家 如何处理前元首的深厚事 但没有想到如今安倍国葬 形成一个巨大的政治风暴 更可能影响今后台日关系 我们请陈老师带我们聚焦安倍国葬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用了16亿日币以上的国葬 而且现在有一半以上的日本人 其实是反对的 其实是真的就反对了 晚间还出现了意外 不过我们就不谈那件事了 首先看一下流程 9月27号马上就到了 对 然后地点是在日本的舞蹈港 是的 最多可以容纳一万多人 办演唱会的时候也常用 但是这一次只邀请了6000人 因为有疫情等等的关系 所以大概容纳一半左右 我们那样去想象就是 办演唱会的大体育馆 一股会抵达会场 不过这时间没有告诉我们 基本上现在公布的时间是 日本的时间的两点 就是我们的时间的一点 我们要实况转播吗 没有回答 我们要实况转播吗 媒体一定非常关注 对 没错 所以我们 各位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 先带大家了解一下流程 首先遗骨 安倍金山的遗骨会抵达会场 这已经是稍过了 所以日本 各位大概还记得 7月12号的时候 就我们说的出病 那时候就已经火化了 然后仪式开始的致辞 这是由内阁的秘书长 就是我们的发言人兼秘书长 他担任葬礼的副委员长 事实上就是失忆 所以失忆的成绩非常非常高的 演奏国歌 日本的国歌很不容易听到 但是在这个时候 因为是国葬 所以日本的国歌各位会听到 末导播放升旗的影片 就跟我们看到了一般人的葬礼 差不多也是这样 再来这边就有学问了 追到此 致辞我们来看一下请了哪些人 这是日本什么 任何最高的仪式 这些人都会出席 除了到这里为止 到这里为止 你看出什么端倪吗 主播 葬礼的委员长请的是岸田文雄首相 众议院的议长细田博之 参议院议长韦时秀九 最高法院的长官护仓三郎 这是三权的长 这是日本薪水最高的 层级上薪水最高的这些人 然后还有东大的校长跟京大的校长 第一级 包括学问的 但是你看学问的长没有到这里来 这边是三权的长行政立法司法 全都来了 然后再来 重点在这里了 亲友代表是菅义伟 这个亲友不是亲戚朋友 是好朋友的意思 所以菅义伟是安倍晋三的 朋友中的朋友 请他来支持 各位大概还记得吧 在7月12号的家继 我们把它称为家继 出兵的时候 讲继闻的是麻省太郎 那个超级有名的 让大家都留言类的继闻 这一次是菅义伟 但是菅义伟在出席这一次 被推派当成亲友代表的时候 他自己也有一些反弹的声音 不是问说为什么是我 如果要花16亿日币的话 早一点告诉大家 一开始说的时候只有2亿多 这个才是问题 然后推来推去是我 如果继续是麻省太郎 说不定比较简单一点 再来就是皇室又出来了 首相 前首相政治人物的上里 皇室也派人出来了 再来就是其他的金花 鲜花等等 募送遗骨出去 就是这些人当主角 另外还有100多国的团体 元首 副元首等等的政治代表 老师我们关心一下台湾出席的代表团 台湾出席的代表团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蓝星德副总统没有在这里面 1.25我也惊讶了一下 不过各位也可以理解到 从安倍晋三过世到今天 对于他的历史社会定位等等 已经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摇摆 我也在第一时间就接到了 要写安倍纪念文集的邀请 到今天我都还很难下笔 到底要怎么下笔呢 所以也就是说起了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那个也是其中很大的原因 让蓝星德总统第一次 在7月12号的时候在日本 但是这一次的9月27号的国葬 反而犹豫或没有去 不管是有没有被邀请 或我们这边派不派蓝星德副总统过去 当然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而取代了 就是王静平先生跟素嘉宇先生 这本来就一定是在里面的 比较大的变化是在日本的 我们的驻日本的大使谢昌宁先生 是 不过也因为非常多的人 这个是事实 根据权威性的报纸媒体的 已经很普遍的报道 有非常多的国家 本来要到日本参加安倍的国葬的一些代表 都在这个过程里面拒绝了 所以取消之后会升出很多的位置 所以补进去的在外务省的部门 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已经在东京的各国的大使 全部进去了 所以说谢昌廷先生 应该是在这样的流程里面 进了这个名单 否则我们不晓得要补谁过去 但是有另外一个民间 李登辉先生的女儿李安妮 也获得了家属的邀请参加 但是这个家属是哪一边 我也没有办法确认 但是如果根据李登辉基金会 自己发表的新闻稿的话 是来自安倍家属的邀请 不过这个好疑问是国葬 是国家的职权里面在处理这件事 已经不是前面的佳祭了 所以这个到底内容是如何 说不定我们还要再追踪一下 刚才我们了解到整个国葬的流程 那么国葬的规划 可以说是由上往下 看起来合情合理 但是民意的反扑很重要 是由下往上 这个火一直烧个不停 作家联田惠等人就发起了 反国葬团体 不畏南马都台风 19号硬是在东京色谷的 黛黛木公园举行游行了活动 1.3万人走上街头 然后拿着标语高喊 反对违反宪法的国葬 两天之后一名男性 又在首相岸田文雄的 东京办公室附近自焚 男子告诉警方反对安倍国葬 我们请问蔡教授您观察 为什么这股怒火经过这么久 不但没有消灭 反而是越消越旺 我觉得这一次的国葬 还是要跟上一次做一个比较 因为我们知道战后的日本 有一个国葬是吉田茂 1967年的时候 1967年的时候的话 基本上评价还是说还不错 这一次的安倍的话 确实是怒火会比较大一点点 这怒火大一点的话 有时候我们要交给历史 去做一个评断 不过用短期来讲的话 大概会有分为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到底安倍前首相 他值不值得做一个国葬 第二个的话 他们会去怪罪说 政府的说明好像不是很清楚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金额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用一个NHQ data 他这是新的做一个民调做一个解释 第一个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确实新的 所谓的安倍的话 好像这个国葬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第二个的话就是所谓的政府的一个说明 好像这个不是很好 所以人民会有一些不是很开心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就是所谓的旧统一教的一个问题 只是说我个人认为 这个怒火他应该只是一死的 为什么的话 你如果一直去吵这个话题 一直吵这个话题 你造业党炒这个话题 他顶多能够炒到一个时间点 不可能说炒了很久很久 这个国民毕竟还是会去做一个反弹 好安倍国葬这把火继续烧 但是中秋节刚过 外国的月亮一定比较圆吗 好像没有 因为日本媒体才说过 岸田有黄金三年 没有选举 现在又改口 解散众议院已经变成话题 分析我们交给专家 但是专家也要小心不要自打嘴巴 那么蔡老师我知道你一定不会 我们提到这个9月17号18号 每日新闻跟社会调查研究中心 就发布了全国调查结果 岸田内阁支持度跌破三成 这已经掉入了危险的水域 请问蔡教授您看 岛内明显出现杂音 短期内岸田解散众议院的机会有多高 我个人认为的话应该是不大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众议院的话 是在2021年 就是去年的10月31日 才刚偷开放票而已 而且的话最近也有举行另外一个重大的一个选举 所以说他如果说这么短的时间 要去把它解散的话可能性不是很高 而且依照过去日本的一个看法来讲的话 他解散一定是在他民调往上升的时候 他才会去解散 他正在往下掉 但是民调这种东西 他本来就是所谓的起起伏伏嘛 那起起伏伏的话 只是说现在暂时大概这一两个月会掉下去 他应该会在这一波的怒火过了之后 民调看起来应该就会往上升 也就会配合所谓的一个观光嘛 配合这次的日币贬值啦 这样的话把民调再拉上了 但是岸田所向他应该去做 而不是说这个民调往下掉就要去解散国会 那对于国民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说你花这么多税金去搞一个选举 那国民会去相信你吗 他没有一个很正当的名词 我们讲的叫大义名分 他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不大会 虽然争议很多 但是安倍国将还是具有很大的意义 如同李登辉基金会执行长郑木群 上周在我们节目当中说过 如何在李前总统离开之后 继续向社会大众证实 我们有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要推动成立 李登辉纪念图书馆 继续我们要请问李市长 您曾经提出非常务实的建议 台日关系还未达到盟友的等级 期盼台日之间未来提升真正的友谊 您认为以这个安倍国将作为契机 2023年台日交流的重点工作有哪些 那其实台日关系从1972年到现在 其实一直着重在民间的交流 那台湾一直想要有一些政府之间的往来跟突破 可是由于日本它在衡量它国家利益 以及东亚局势下 它迟迟其实不愿意跟台湾建立一些 比较高阶层的往来关系 那可是到了2020年之后 国际政治经济其实有很大的变动 那我们展望2023年 如果在台日关系做一些突破 或者让台日关系往一个更有意义的方向发展 我觉得有三个东西我们可以做 这三个东西都涉及到台湾跟日本的共同价值 一个其实就是传统的安倍晋三首相所留下来的 日本的大战略的价值 在安倍晋三大战略之下 其实这个大战略呢 也是现在岸田文雄他所朝向推动的一个方向 这个大战略包含了印太战略 包含了这个亚洲的这个安全钻石 台湾都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何让台湾的角色获得日本 譬如说现在岸田政府的重视 然后取得更进一步的互动 你有了一个战略 如何去落实这个战略很重要 那双方如果不谈 如何去落实的话 这个战略永远无法达成 所以台湾跟日本可以朝这方向去发展 第二个其实就是 我一直强调就是科技的合作 那台湾的半导体已经过去了 台积电过去了 台积电过去这件事凸显了 日本他在科技上面 他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叫做失恋的关系 就是说他有一个供应链上面 确实出现一个重大缺口 台湾可以补足日本这个缺口的 这件事情其实过去以来很少看到 以前台湾跟日本关系都是一个供应链的上下游关系 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个伙伴关系 那伙伴关系是面临到现在的需求 可是如果你面临到未来台积电 或者是日本这些材料商以及设备商 去设计下一世代的半导体的时候 如何合作 展望未来如何合作 这个是未来台日可以去相互讨论 或者是交流的地方 第三个其实还是回归到 日本一直强调台湾也很自豪的 海洋民主国家的论述 海洋民主国家现在所面临的挑战 由于中国大陆的崛起 它越来越严峻 然后这样一个严峻之下 每一个在中国大陆周边的国家 其实都面临到不同层次的威胁 然后这些不同层次的威胁 如何在一起合作 去共同去维护这个地方的和平稳定 其实台湾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名词 或台湾这个地区 甚至台湾海峡 经常出现在各国重要政治人物的口中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 未来跟日本一个合作的重要的议题 所以就是这些安全上面战略 科技供应链上面 以及民主价值上面的合作 我觉得是未来的主题 因为李教授您身兼台湾日本研究院理事长 也是培养台湾知日人才的摇篮 不过交流工作打底工作 还是要有充足的银蛋来支援 这一点我们要请理事长简短的说明 未来日本官方有没有可能在哪一些部分 给予台湾更多的资助 我觉得目前日本对于台湾的相关的人才的培育 还是比较依赖它传统的交流协会的奖学金 让台湾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前往日本去读硕士跟博士学会 可是现在想要去国外念书的人 其实是急剧的减少 与其把钱放在留日的培育 我觉得也有必要播出一部分的经费 协助台湾的学术单位跟智库 在台湾培育就是有等于说不同于日本的知日人才 也就是说能够站在台湾价值上面 然后了解日本的这些人才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那我们其实也不断的去跟日本政府建议游说 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虽然未来的这个短期之内落实的可能性不一定很大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 像我们的这个永峰老师也非常的积极努力 我们应该可以慢慢让日本政府转变他的立场 李市长一句话相当具有分量 这个交流协会应该听到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宣布10月松绑入境的人数上限 废除短期签证恢复自由行 这一集《还宇看洞雅》播出之后 可以开始倒数日本的国门正式告别将近三年的疫情侵扰 但是锁定《还宇看洞雅》的观众朋友不用等 马上开启与野岛钢先生东京连线 完整掌握当地讯息 为了掌握安倍国葬的最新规划 全新改版的东亚情报力单元 马上连线到东京专访资深媒体人野岛钢 野岛先生您好 你好宇金 大家好 我们上一段节目刚好聊到9月27号安倍国葬 会有50国的领袖级人物出席 预计G7领袖当中 可能只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出席 美国派出副总统贺锦丽参加 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 岸田将会透过密集会谈的方式 与各国政要交换意见 我们知道首相岸田对自己的外交能力充满信任 那么安倍的任内也是在位最久的外务大臣 今年参议院选举之前 甚至把重心放在出国访问 请问野岛老师您来研判 这一次首相跟首相官邸有机会透过外交牌 来拉回内阁满意度吗 我觉得岸田的那个算法是有一些 开始比较走偏 没有办法获得它可能原来预期的效果 我们目前有这样的观看法 因为原来岸田决定要主办国赛这个时候 他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就是要 因为日本国民 整个国民都对安倍的信念 或者他的名记名 名人记的名蛮高 所以是他主办这个国赛一定是符合国民的要求 这个一个他的想法 第二点就是因为安倍在国际社会的一个知名度 因为他在认首相8年7个月的时候 就访问了好多好多国家 那他非常上场 做一个他用个人的魅力 然后沟通能力来打好外国领序的关系 那这个他任期因为长达8年7个月 所以他接了好多好多国际上面的一个朋友 所以是一定会很多领序到日本来 那么他安倍就是借这个机会 就是展现出来他对外交能力的一个本事 不过因为可能台湾的观众也都知道 目前因为日本社会对国上的知识度比较低 所以是整个的社会的气氛没有办法热起来 几乎有一半的民众是反对国葬的 对就是50%以上 自主的人是30%到40% 所以即使反对的人超过自主的人 这个可能是对岸田来说是 之前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好透过了安倍的国葬 首相岸田还是希望可以趁机来 表现一下他个人的外交魅力 不过我们提到日本政治变化之快 绝对是超乎观众朋友的想象 您看到21号原本啊 这是水火不容的立宪民主党 跟日本维新会 两大在野党的巨头 也就是我们讲的党鞭 您看到留下了这样经典的镜头 握手合作 共斗 决定要共同的奋斗 那么两大在野党决定啊 在临时国会合作 日前两党是在国葬的议题上 表态想法一致 要求进行修会审查 这一次决定联手合作 包括改革国会 众院选制改革 共有六个法案 最新消息是立宪民主党最高顾问 前首相野田家彦表态 出席国葬 立刻引发不小的波兰 请问野岛先生 您看好日本在野党的合作吗 日本在野党对于国葬 真正的态度又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呢 是比较负责 因为每个政党每个在野党都自己的算法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说 大家最近的一些主动是都是看岸点政府的资助度越来低 目前是有一些民调选市已经跌到38%以下的危险领域 所以是有一些 还是这个危险党跟立宪民主党这两党是 关系非常不好 就好像是退脱的关系 不过这一次是在这个国会合作的这个动作是一种显示 他们觉得我们的机会到了 现在要打执政党的时刻 所以是他们可能是这个时候是觉得好机会 那么有些意见不合的地方是先隔着 然后就联手打岸点政府 这样的一个主动是很明显是看得出来 那么岸点政府是在即将开始的国会里面 也许是真的是要面对比较痛苦 比较不容易的时刻 好当国葬结束之后 台日关系又会迈向什么样的阶段 野党先生您最新的文章当中就有提到 没有正式外交的台日关系 向来是靠议员外交支撑 今后台湾要从过去偏重接触安倍派 转为全方位的外交方针 拓展在日本其他派系 还有在野党的人脉 不过在政坛前途莫测是常态 人走茶凉也是残酷的现实 您建议台湾要如何与日本其他派系 或者在野党产生连结 历史上这个安倍派的这个派系 是从日本的大概是20后一直到现在 他们的对台湾的态度是有上 那么安倍先生特别他支持台湾 喜欢台湾对台湾有很好的感情 那他在这个10年过去10年 安倍先生和安倍派是在日本 享受这个独大天后的状态 所以他们的权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算是对台湾来 就是靠这个安倍先生安倍派的管道 那么有一些问题是可以由他们解决 所以就并不太需要开拓其他派系的这个关系吧 是是 那不过这个时代在改变 所以是一直都日本政治是也是最近变化很大 那么就是很明显是安倍派开始摔退的情况之下 这个台湾方面也是我也可能鼓励是 都要展开多远的这个议员外交 尤其是这个日本的国会的这个力量 是对台湾来蛮重要 那么这个部分是我希望就是未来也要维持 台湾方面要跟日本的国会保护 那么现在是日本整个的这个权力结构是开始变动 那么要把这个重点放在过去没有好的关系的派系 也要多多加讲这个要加讲努力 就是建立性的关系 好随着接下来安倍派可能会逐渐示威 所以野岛先生就建议台湾必须要赶快动起来 要跟日本其他派系 或者在野党方面要展开要推动议员外交 好好的来经营培养关系 今天东亚情报力单元我们谢谢野岛先生提供独到见解 继续聚焦睽为两年的联合国大会 疫情爆发以来首度举行实体会议的联合国大会 这次我们看到好几位新元首新面孔亮相 包括英国德国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都是由新任元首 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根据共同社报导 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度会晤 而双方同意尽早签署双边防务合作协议 加强英日关系 也针对联合研发战斗机的提议加紧谈判讨论 我们要请问理事长 目前的英日关系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英日关系朝向更紧密上面 特别是安全防务上面的合作是有机可循的 大概过去十年来 特别是在2016年之后 无论是日美安保体制也罢 或者是美国与英国为主的这些五眼联盟也罢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方向 就是不断扩大他的合作对象 所以日美安保他不是只有日本跟美国这两个国家 他也扩得到印太地区 然后五眼联盟也开始跟其他国家进行一些密切的合作 在这个状况之下 除了美国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合作对象就是英国 所以日本跟英国在这个议题上面合作 防务上面的合作我觉得是有机可循的 然后第二个合作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 日本一直很关切的联合国的改革 传统日本的外交有两大重要的领域 一个就是日美关系 第二个就是他们叫做国联外交 就是联合国外交 日本长期以来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入场 就是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然后这个时候他不断的跟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透过援助希望争取他们的支持 不断的希望跟联合国的其他常任理事国 某种程度去进行磋商 由于英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所以跟英国在这个议题上面合作 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我们看到尽管岸田在国内可以说是父辈受敌 但是没有影响他的理念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号 他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演说时 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严重动摇国际秩序的根基 岸田指出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侵略使得联合国信誉陷入危机 一定要进行联合国改革 强化联合国本身的功能 岸田当场提出这么宏大的理想 我们请问陈老师 具体上日本希望要如何的改革联合国 联合国体制是战后体制 战后体制有战胜和战败国的区别 战胜国有合资武器 战败国没有合资武器 战胜国是在联合国的安理会里面 而且是常任理事国 对不 但是日本 德国 意大利不是 但是在今天世界变 日本的国防预算要从1%变2% 德国的国防预算也一样 从1%到2% 这两国是世界上GDP的第三国跟第四国 所以各位去算一下 明年开始的军工产业 会有多么样的新的订单进来 在我的说法里面 不晓得要如何给钱 我看所有的基地重盖 或者是军人全部加薪 而且预算怎么编 甚至都不知道 等明年的德国跟日本 所以在这样的景象底下 事实上是拖第二次世界大战体制的一种高度的象征 但是当然岸田文雄是一个非常乖的元首 也准备了非常好的元首 好的话是这样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旧的框架底下才有办法行动的人 所以他当然仍然在强调联合国的改革 日本的入场 取得在联合国里面更重要的发言权跟位置 否则的话已经出了这么多钱 非常难跟纳税人交代 积极入场 这是日本现在的一个定调 那么同样跟岸田一样 初登场的还有南韩总统尹席月 南韩总统办公室转述 正在美国纽约参与联合国大会的南韩总统尹席月 当地时间20号 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会谈 大约有30分钟 争取在北韩动用核武时的国际支持 古特瑞斯也承诺可以相信联合国 不过最近联合国核武进阔条约 谈判失败 日前北韩最高人民会议 又通过核武政策 授权先发制人的核攻击自卫 好 这下子要外界如何相信联合国 我们请问蔡教授 我想联合国的力量 他确实不能够太多相信 因为我们从俄罗斯群的乌克兰人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要去制裁俄罗斯 最后的话他还是往后退的 而且我们再看一下 北韩他不可能因为这样说 废掉他的一个核武 这是不大可能 加上北韩他有两个老大让他靠 第一个叫做俄罗斯 应该说第一个是中国 第二个叫做俄罗斯 那两个老大让我靠的话 那你说要叫去联合国 做什么样的事情不大可能 而且这一次的尹锡越总统 在联合国的演说里面来讲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跟过去不太一样 他没有提到所谓的北韩这个字眼 反而他讲到21次的叫做自由 所以说我们看到尹锡越总统 他的一个模式 确实是往自由民主主义 这边的话去做一个靠拢 但是你说联合国在核武上面 有太多的一个力量吗 应该不大能够太依赖 关于联合国改革的问题 我们刚才分析了一大圈 不能够放过比联合国 更为复杂的两岸关系 中共中央宣传部21号 举行中国这10年系列主题的 新闻发布会 介绍18大以来对台工作的 发展状况 不过当晚陆委会做出回应 宣称与台湾人民无关 这是一场为中国领导人二十大 延长任期的内部造势 两岸关系变局如何牵动 东亚的赛局 别走开 看到最后就会知道 欢迎加入韩语看东亚 一起来感受两岸气氛 中共中央宣传部21号 举行中国这10年新闻发布会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小光 提出一国两制 在台实践的具体内容 例如台湾可以实行 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制度 财政收入可以用在改善民生等等 请问陈老师 这一次国台办的方案 离台湾民心远不远 中国对台湾非常关心 提出了非常多的政策 也给了非常多的优惠 但是呢 结果是这样 我每次上课幾乎都会做到调查 现在刚好又是新的学期 现在的年轻人20岁的21岁的 对于中国大陆中国 甚至留学生都已经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 但是并没有改善 或者是没有感觉到那个 可以跟中国接近的所有的实际的感觉 虽然我已经50几岁了 不过差不多也是这样 各过各的就好了 不用想太多 好 对台工作的文告 无论软的硬的听众 好像都不是台湾民众 我们继续看中国这10年 系列记者会 中国国台办官员 以中共中央台办的党职身份出席 对于媒体关切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有没有时间表 中共中央台办宣传局长 同时也是国台办 新闻局长马晓光回应 愿意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请问蔡教授 北京的和平统一论述 日方怎么看待 日本一个标准的回答 就是所谓的反对透过力量 片面改变现状 第二个是台湾海峡的和平 与安定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们再引用一个人的一个讲话 就是所谓的防卫大学校 日本就是军方的那个 智慧队防卫大学校 上一个校长叫做国分两层 NHK 就是礼拜天他一个讲话 过去我们一个认知 国家跟国家互相依赖的话 关系应该就会改善了 可是我们会发现 俄罗斯跟德国的关系 并没有改善了 中国跟很多国家都没有改善 而且我们在引用他在上礼拜天 讲了一句话 他说过去我们好像认为 只有我们跟那个中国大陆 最近好像处得不深 后来发现 现在好像中国大陆 变强盛之后 跟很多的国家都处得不深 所以日本跟中国关系 好像我们跟那个 就两岸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再用这一个民调 来去给各位做一个 日本民众的一个认知 因为9月27日就是安倍的国葬之后 接着马上会看到9月29日的一个 日中国国家正常化50周年 他们会看到 那要不要跟中国大陆强化他的关系 只有11%说要 50几%他们说不要 所以日本民众 他基本上是不大相信中国大陆 好 台湾民间 日本民间态度都是比较谨慎看待 当然台湾在两岸关系一举一动 也会影响日本在整个东亚的布局 下个礼拜 由美国主导要求台湾 日本南韩加入的晶片四方联盟 首场预备会议 在延后一个月之后终于敲定 将会以视讯会议的方式举行 我们知道国际半导体展 Semicon Taiwan刚创下 创办以来最大规模有超过700间 半导体厂商参展 一共展出2450个摊位 我们请问李市长 接下来台日高科技产业交流的重点 主要会集中在什么主题 我们要先来看看 日本未来高科技需求的一些科技项目 到底是什么 然后再从中找到台湾 其实可以跟日本成为伙伴的一些合作领域 我刚刚其实也提到 过去以来都是日本做了研发 然后丢给台湾去生产 因为台湾的比如说生产的成本比较低 然后生产的品质相对是可以比较接受的 然后可是呢 从半导体的这件事看到 台湾跟日本未来是一个伙伴关系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日本未来着重什么 很简单 日本未来我们认为它就是着重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叫做汽车产业 所有的科技都会围绕这个汽车产业 为什么汽车产业这么重要 因为现在日本的汽车产业 它的供应在日本国内 它所创造的工作是五百万人 比如说当日本的汽车产业出现问题的时候 日本就会面临到非常非常大的国家安全危机 那围绕着汽车产业有哪些科技 第一个就是半导体 半导体日本强调的是功率半导体 然后呢而不是我们所谓的逻辑半导体 逻辑半导体就是我们的手机用的啦 我们的电脑用的啊 这个逻辑半导体 消费电子用的 日本做的是智慧生产的 机器人的 然后呢汽车的这个半导体 然后这个半导体 日本现在希望在未来能够借重台积电的一些know how 然后呢协助日本去培育这样子 可以去自行制造的人才 所以这是一点 第二点其实也是跟半导体 也是跟半导体 或者是跟这个汽车产业有关 等于是环环相扣 对就是跟能源有关的 日本机器想要推动氢能 然后除了电动车之外 它要推动氢能 可是现在氢能还不为国际所接受 它会希望透过台湾的一些优秀的 这些相关的材料科学的人才 跟日本进行合作 台湾有一些厂商也慢慢的 逐渐去关注去切入这个领域 未来氢能也有可能成为 另一个世代的移动车辆 所使用的能源 这时候台湾跟日本 有可能在这个产业领域 有一个新的发展 那当然呢 最重要就是未来的科技政策一定是